繼續來看這個地方是台中清水的秀水里 是一個很傳統的農業社區 而且他也是義賊料天丁的故鄉 現在變成了藝術村 當地的年輕人希望用創意 打造成為塗鴉的藝術村 進而透過網路的行銷 讓秀水里能夠變成清水 當地的知名景點 隨手一噴 一個線條 一個圓弧 在年輕人的手中灰白的牆面 有了新的生命力 一大面牆不受限的創作 以前偷偷摸摸的塗鴉客 這會兒可以光明正大的塗鴉 地方居民也很肯定 台中清水區秀水里 是日治時代義賊廖天丁的故居 傳統全部的農村 這會兒就成了塗鴉天堂的藝術村 老人家說塗鴉讓他們自己覺得變年輕了 通常老人家他就不喜歡給人家塗鴉 然後就跟他溝通之後 他就感覺說我也是跟人家年輕一樣 然後他就答應 兩面牆只是個開始 當地裡面及年輕人用創意打造塗鴉藝術村 過去社區的髒亂也不見了 吸引不少自行車道的單車客 和高美师弟的游客到访 下一步他们计划 连路寮大牌的两侧墙面 也要来创意一下 用涂鸦艺术打造出 廖天丁故居的新风貌 记者黄秋来世杰 台中报导